根據剛剛我提到的 111年度台中市市區汽車客運 營運及服務評鑑計畫書 是在去年的12月22號公布的 你知道這一次招式的聚業 竟然是滿分最高分 我不知道是算錯了還是怎麼樣 110年度我剛剛很心痛的 坐在我太平的女高中身 才被這一家客運公司的公車撞死了 結果隔年她的這個評鑑 她竟然是這樣子的分數 部長 你看到這個 我們希望地方政府 對於客運業者的這個評鑑 可以更落實而且要更務實 要確實看出 因為這個評鑑其實除了要獎勵之外 重點是要看出問題 在評鑑的過程要看出每一個業者 她的問題在哪裡 那如果找得出問題就可以克服問題 那如果這個評鑑 總是分數都很高 沒有找出問題那就很可惜 好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